钓鱼用杆,你钓鱼用腿啊 咋一咋 你妈这鱼咋的摇你脚丫的不撒嘴了这是啊 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这叫时尚 再说啦,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 我今儿买上厚点的脑子吗 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 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 爸给你推荐一款 最适合你穿的鞋 请看 十大帮千层的老头鞋 手工打造,价格低廉 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 今天只要280 爸 你太忽悠我买你的鞋呀 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 你才买的还跟着搁着呢 我又穿不了 你怎么穿不了 我 爸,你看清楚了,我 这颜值,这气质 今天美少女 我大姨老头鞋,这能好看吗 姑娘,你太不时尚了 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 对不对,朋友们 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 我不穿,我不穿,拿看死了 我不穿 你看,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 哎呀,行吧 你不信 不信,你看 你看这好看嘛 好不好看 走两步给大伙看看 音乐 好看 好看不好看 谁说好看 好看送你穿了 哎 那这,你用我瑕疵 这什么往下 啫荡 小锦 小锦 哈哈哈哈哈哈 来了 哎呀 你倾了哦 你越长越长人稀罕啦 樊 樊 Jerusalem 你好 让我猜一下 你是不是想 卖 我鞋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咋知道的 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 告辞 回来 看你村里的所大岁数 那没正行呢你 就是 小美联 你咋的啦 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 别拽成了快说吧 再轻轻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好像在晨练 他练着练着 踹上了树一角 这个时候 树干 船跌着震动 到了树梢 强化了震动 掉下了一个苹果 他没有教功啊 他 他 他私下张望了一下 他以摄影机都捕捉不到的速度 把他装进了怀里 然后轻轻的一声尖笑 消失在迷雾里了 这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 谁呀 范家的大闺女 我媳妇 我媳妇 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昨天晚上 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啊 一直吗 一直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 凌晨四点半 我起夜上洗手间 我就看见我媳妇和我肩并肩躺在床上 我说的是四点零五分 你是说四点零五分 我媳妇从床上偷偷地爬进来 然后悄悄地出门 偷了一个苹果 然后赶在我四点半起夜之前 又躺回床上 行 这是第一个苹果 后边还有五个苹果呢 你别着急呀 五点零七分 那余宗白呀 你之前大了一点点 这个人又出现了 他就像毁谤一样 和刚才一样一样的 他又来了 只不过这次 他改变了一下动作 他捡起苹果 又消失在迷雾中 不能 绝不能 我跟你说啊 老牛 这回不可能是我起飞 知道吗 绝对不能是了 你看 我五点半第二次起 经理 我说的是五点零七分 你那意思是五点零七分 你妈你们都不知道 那桥底那水 老深老深的了 妈都快没我腰了 老了车了 倒着吧 咔就灭火了 哎呀 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 领着屋烟那帮人 来了 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 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 我一看我也不能在那干瞅着是吧 就是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 哎呀 妈 看着呗看着呗 谁养的姑娘像谁 妈前天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不是 我爱推车了 那时候你老爷吧 养个驢车 后来驢死了 他不推那行啊 原来我四把驢水有妈呀 还有好多老人小孩 都回不去家了 我还差那么回家了的 哎呀 这点像我 我年轻的时候 我最爱拆人回家 扶人过马路啥的 拉着吧 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 冷肆冷肆的 好容易到采院门口的 这家气儿这么似的 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 结果把孩子省家了 省不少医生费 真乐乐 给你打扮你的电话 干啥不接呀 哎呀 说一个不接电话的 你咋不知道吗 惦记你呢 电话 啊电话 我帮人推车 不方便拿 放网友谦这儿了 这啥这啥 这啥 哎呀我天哪 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 人家都用这锅 胡包米 你挺好 胡车牌子卖 在河地瓜你 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爸 你不知道啊 网友谦今天表现老好了 刚才她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 反正还帮人家把那吊水里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网友谦 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 哎呀 那个还是小米莉表现吧 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对 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好啊 有学问呢 有学问呢 啊 闪电踢不垮你那恶魔的山枝 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霞 下几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莉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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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词儿了 喂爷爷 我二不下去了 帮我整一句吧 我帮你点一句啊 这个 你就是那 雨中绽放的 包米花 哈哈 哈哈哈哈 垃圾了吧 那不还是放孤狼了吗 哈哈哈 行了行了 这位孩子都回来了啊 放心了吧 我呀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就只好在这忍着 我忍着 一抬头一看我 我忍不住了 为什么 满车厢的人 人手一个手机对着我 哈哈哈 你说这要是哪个人吃饱了撑的 他的小视频 发到网上去让我老伴看见 我下半辈子浑身是嘴 我都解释不清啊 大爷 哎 亲家你说有这种人没 哈哈哈 不可能有这种吃饱撑了没事干的人 闲的啊 干啥不跑 干嘛拍这玩意 对不对 啊对了 你怕拍 那你起来 我起来 我没跟你说么 我就坐在这个座 啊 这旁边就是那个铁栏杆 我要你起来 那大娘脑袋 咚 那就得出大事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姑娘过来了 我说姑娘 你坐这儿吧 大爷 您坐吧 哎呀你坐吧 大爷 我坐着您站着不合适 哎呀我求求你 就把你这个肩膀 接着给大娘靠一下啊 大爷 咋的你还非得我跪下求你啊 大爷 就咱们这个场景啊 被某些人给偷拍了 谁这么吃饱了成的 哎 田叔啊 跟您说这事一样 但是动作全对 内容全错呀 我就觉得 不会吧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我当时离他们距离有似乎迷远 我光看着动作和口型了 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闹了半天 你们两个都是在做好事 哎 对呀 姑娘 看来叔叔是误会你了 给你道歉 对不起了 哎呦叔叔 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把手机的视频删了就行了 这可不能删 万一别人也拍视频了 发网上去 我可以拿这个视频 给你证明 你以为别人 也像你这么吃饱了 撑着呢 谁吃饱了 咱就说话 叔叔 叫你呢 来来来 您看现在误会解开了 那小阳您这关 是不是就过了呀 啥就过了呀 打这孩子一进门 我就觉得这孩子 蠢术普 可爱 听听的于立 阿娜多子 我就想了 这孩子要是我亲规 你就该多好啊 嗨 可惜我没那命啊 哎呀 没事 你什么 哎 孩子 呃 叔想问你一个题外的话 您说 你说你长成这样 他长成那样 叔您哪头呢 这那样 考验考验 你说你看上他什么了 我看上超胖胖的 现在女孩都喜欢瘦瘦的 她跟别人女孩不一样 喜欢胖胖的 为什么 对呀那男孩子胖胖的多可爱呀 而且笑起来 该说不说啊 做的是真相啊 可还突出了一块呢 咱们一点啊 这能动就裂下来 真能动啊 你说现在的科技发达 我这照片啪啪 脸呢 脸呢没了呢 脸丢了 脸丢了 丢大脸了 别抄了别抄了别抄了 我是 看五代啊 啊 我不行 过把瘾嘛 不是 关键是我现在着急上火呀 你看看来来 小夏你看看啊 这是咱们社区优秀员工 评选的规定 来小夏你看看 这一到十点 你说我哪点没坐上 啊你说我哪点做的不好 我怎么就上不去这光荣榜 你就这么扣 没给你开除就算不错了 不是 不是小夏你咋不明白呢 啊 来你往后烧一烧 你看大伙看一看啊 这光荣榜 哎呀 多好的光荣榜 你看底下这四个 哥们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四个轮流换 啊 我都上了 啊 你再看这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他 老在这处着 啊 哎 这照片 你说这都晒掉色了 他也不换 你说我 他在这处着我呢 上去光荣榜吗 人我大骨 天天做好事 那你也做呗 我倒想做好事啊 你说我白天站岗 晚上学罗 你说我 我上哪能遇到好事呢 好事天天有 就在你身边 在哪呢 在哪呢 好事在哪呢 这呢 你帮我追小米粒 这不就是好事吗 哎 你说啊 小切 如果你要是真能 帮我上上这个光荣榜 啊 我现在我 我就去追小米粒去 我去 看 咋的啊 你想示意爱情双丰收啊 我去 你误会了 你看你坐这 你坐这我跟你说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帮我上上这个光荣榜 我呢 把你和小米粒 就能 好好地往一起搓搓搓搓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呀 真的呀 哎呀 说招啊 上下一边出 像得没习惯似的 我跟你说 倒了都不到府哪头 我看谁倒 你是哪个门派的 大黄媳妇派咋的 这怎么还除了大黄媳妇派来的 都都欺负我是不 别生气了 你怎么还跟人家动手呢 喂 媳妇啊 怎么的啦 漏水了啊 像淋浴似的啊 没事我就在屋间这呢 好好好 哎 我说你们俩别秀恩爱了 赶紧到我家漏水了 派人去熟悉啊 哦你家漏水了 对啊 那不是个好事吗 你看 楼上漏水 楼下淋雨 你赶紧回家洗澡去吧 好 好 拜计楼下的那家